明浩 你别这样了 你忘了吗 你在我们结婚的时候 曾经跟我说过 无论将来怎么样 你都会理解我 包容我 体谅我的 视频是真的 我问你 视频里的男人是谁啊 不是的 都是假的 明浩 这都不是真的 你不要相信 这都是假的 不 视频是真的 我再问你一遍 视频里的男人是谁 没有 真的不是 是 明浩你别再想了 你不要走火入魔了 你才走火入魔了呢 那个人到底是谁 明浩 我是一山啊 我是你深爱的一山 你忘了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我就是一直深爱着你 爱着你的那个一山啊 我不想看见你 我不想看见你 你先上去吧 我怎么会在这山下 没什么事 我爱你 你没什么事 我还没什么呀 帮你 我爱你 你还不想看你 我爱你 你们为什么要针对我 为什么你们都要针对我 公公去世了 我的罪恶已经更深了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要对付我 我该怎么办 是的 你们所有人就算知道真相 又能把我怎么样杀了我吗 没错 我告诉你 我没有错 我没有做错 我没有作证 我没有做错 好了好了可以吃了 这个我最爱吃 懂点规矩 干吗呀 人家小南喜欢吃这个嘛 不分上下 一点礼貌都没有 不知道等长辈先动筷子 你才能吃吗 懂点规矩吧 姑姑 你怎么突然对小南这么严厉啊 吵架了 什么意思啊 一大清早在餐桌上 行 怡婷 妈妈没帮你收拾东西 你自己还行吗 没关系 这不要紧 怡婷姐 你真的要走了吗 我现在开始就心里有点乱了 好舍不得你啊 怡婷 刚熟悉就分开了 我心里啊 觉得怪怪的 你看我们大家刚成为一家人 你就要离开了 太可惜了 对了 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在你走之前告诉我 我都给你做 是啊 是啊 有什么想吃的就说 赵飞的手艺很好的 好 来 护士 麻烦问一下 这七一四床去哪儿了 你找谁啊 这七一四床叫什么 又是找路旁的 他事真多 他已经走了 陆鹏 走了是吧 那您知道他去哪了吗 还有有没有一个老先生来找过他 有 姓秦 两个人好像在玩游戏什么的 还让我在中间传话 他俩吵架了吗 没有没有 两个人挺温和的 秦老先生还说要好好感谢陆鹏呢 那我怎么能找到他呢 不知道 谢谢您啊 没事 秦总 您来了 赵律师刚才来过了 是要我把这个亲子交给你 好 谢谢 为什么 爸爸会有这么多 关于益山出事前后的资料 他在怀疑什么 流产 车祸前做过人工流产 益山出车祸之前 就已经怀孕了吗 可我们俩从来都没有 可我们俩从来都没有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益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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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现在娶的这个益益山到底是谁 她到底怀了谁的孩子 老娘 在那里呢 也是 刚才都没有 人家的事 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还不知道 你怎么办 这你怎么办 然后你怎么办 好 这样 那您发到我邮箱好吗 那好 我马上就给您发 另外啊 这个视频当中的那个男的声音呢 我已经找人 通过辨评记 把它搞清楚了 你看这个是不是也要发过去了 好 一并发过来 谢谢 好 再见 好 再见 喂 许安 怎么了 在哪儿呢 我在 我在公司啊 营销部的人说 今天要帮我办个欢孙会 你要来吗 医生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了 我今天啊 可能去不了了 就是云南电视台那边吗 他们看了我的策划案之后 好像对我还挺感兴趣的 对啊 所以我今天得去了解一下 好 好 你们先玩 然后我看我那边的情况 咱们一会儿打电话 好吗 来 这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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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你知道吗 现在出事了 秦明豪知道那个视频是真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他很快就知道那个男人是你了 那该怎么办啊 许晗 怎么办 怎么办啊 秦明豪现在不听我的话了 他不再相信我的话 要不这样吧 你去跟他说 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的 是你威胁我 是你逼我去拍那个视频的 你去跟他说 你去跟他说 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是你一直暗恋我 是你 都是你 丽怡婷 你疯了吧你 你让我说是我逼着你拍的 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觉得我说秦明豪他信吗 他不会相信我 但他会相信你的 许晗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帮帮我吧 我求求你 叶怡婷 你死了这条心了 我是不会帮你的 你以为秦明豪是三岁小孩啊 你先否认这个视频 然后就让自己的妹妹出来顶罪 现在又说是我威胁你拍了这段视频 我们所有人都要替你被黑过 凭什么 你当自己是谁啊 你反复这样 秦明豪他还能信我吗 更何况 这段视频 到底是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清楚 不可以的 我不可以让 让明豪抛弃我 没有了他 我活不下去的 你 你 你 不是要跟姐离开吗 要不这样吧 就当作是离开的时候 送给我的礼物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帮帮我 帮我 叶怡婷啊 叶怡婷 我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满脑子只想着自己 我告诉你 我即便爱你 也不可能再帮着你继续做 什么 你要这么做 你非要这么做是吧 叶怡婷 你不要太过分了 叶怡婷 这都是因为谁 这都是因为谁 都是你恨我的 你知道全部的事实 你为什么一早不阻止我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是你 就是你 我知道你想报仇 一直在我身边就想报仇是吗 要不是因为你 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你现在 要离开是吧 你要离开是吧 要跟我姐姐一起离开是吧 好啊 你为什么一直要假装成 叶怡婷的未婚妇 你为什么要骗所有人 我告诉你 你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人 是你 你会责报我们的 会责报应的 教讼啊 不是 mês 这十二十二十三级 来来来 我们举杯 来来来 我们举杯 为怡婷即将离开这儿 展开新的生活 我们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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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你啊 来太晚了 我们都等你半天了 杨经理啊 我得问你 借一下怡婷同学 这才多一会儿啊 以后过去了 可是要天天见的 就这么一会儿就忍不住了 好了 我今天心情好 怡婷就借给你了 那谢了 杨经理 不好意思 你们先吃啊 来 我们吃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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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秦明昊已经知道了 那个视频是真的 他知道了 刚才怡婷来找过我 他让我说那个视频 是我逼着他录的 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怪我 其实我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 只是装作不清楚而已 你别理他 他 他开始暴露了 他已经疯狂了 不对 其实他说得也对 也许真的是我的责任 我没有阻止他 我没有阻止他 而且我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的事情 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如果从一开始我就坦白说出来的话 也许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伤害 一身 我知道我确实是罪孽慎重 我虽然在你身边赎罪 可是你真能原谅我吗 等一切都过去之后 我该何去何从呢 你不喜欢我吗 许安 那个男人是许安 医山落水了 医山 医山 姐 医山姐 谢谢你跟明浩请我吃饭 这是送你的礼物 医庭身上的衣服 不是奶奶给医山买的那套订婚礼服吗 为什么那套衣服在医庭身上 还坐在司机位置上 开车的是医庭 怎么警察报告说是医山呢 医山 你听我说 等你好起来之后 咱们就结婚 医山 你听我说 等你好起来之后 咱们就结婚 怎么了 我这围巾怎么扔垃圾桶里了 这条围巾又破又旧又起毛球 留着干什么呀 尝尝 怎么样 挺好喝的 挺好喝的 你干什么你 徐安这发的什么东西这是 他发什么给你 好像是 好像是一个孩子的避超照片吧 从前啊 有一个性格很善良的姐姐 还有一个性格很差的妹妹 难道医体 是利用车祸和我的医山交换的身体 不 绝不可能 绝对不会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了 我的心好痛 为什么你认不出来我 为什么 我好喝你 明昊 我真的好喝你 这是不是咖啡的眼泪 这是不是咖啡的眼泪 她才是利山 是我的爱丽丝 我一直以为 我对伊婷的感觉是无法见识 是犯罪 原来 真像是这样的 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是改变不了的 真相 所有的真相 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揭发出来的 我希望姐夫 你到时候不要受伤害 她试着告诉过我 一山曾经告诉我真相 可我没有察觉 我怎么能这样 且明昊 你明明说过 爱上叶一山 将是你唯一的爱情 是永远的爱情 可为什么 叶一山就在你眼前 你却认不出来 你简直伤透了她的心 所以她要离开 怎么会这样 慢着 她一点 Usually 多叶一山 你父亲 就等了酒店 天都 Quran 导天 你� hybrid 他真是有兜兜이신 是亲爱的 你也不妙求 我希望 Bike 我想给宜珊挑几样东西 她要出远门了 让你好好帮我挑挑吧 你总看你那破手机 老板娘 是依婷姐 是依婷姐要离开 不是依珊姐 对对对 依婷 依婷 行了 收起来吧 老板娘 这一个上午 我腿都快跑断了 挑了有七八十样东西了吧 您一个也看不上 太普通的不要 太便宜的又不行 我说过我不在乎钱 你竟给我挑那些便宜货 可我也就是 消费便宜货的水平啊 老板娘 我看呀 您是一定要挑一个 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 给依婷姐才能满意 依珊确实是独一无二 老板娘 是依婷姐 您有口误了 好 依婷 行 名号 名号 妈 妈 有件事 我不得不问您 说吧 怎么了 好像 好像很严重啊 对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关乎到我一生的幸福 明昊 如果 你要和易珊离婚的话 我是不会同意的 假如我老婆 根本就不是叶易珊呢 你也不同意吗 怎么办 他全都知道了 我该怎么办 不 我不能说出那个秘密 那件事会害死所有的人 包括明昊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易婷和易珊撤破之后 两个人换脸的事 您不会不知道吧 也就是说 躺在我身边的这个易珊 其实是易婷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就像个傻子 这事您不会不知道吧 什 什 什么换脸的事啊 这 这不可能啊 您还想骗我 您觉得这事能瞒天过海到什么时候 明昊 别说了 我能不说吗 妈 您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怎么了 这个人是谁啊 好像是明昊的声音 是秦总在里面 他在里面跟大嫂吵什么 都是您的亲生女儿 您怎么能这样对她的女儿 您怎么能这么害我呢 你明明知道一切真相 你就是不说 却一直让我弄在鼓里 你们姐害了我 也害了易珊 你这不是在帮易婷 你这是在纵容她犯罪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要的不是道歉 如果您还有良心的话 我希望您把这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我要的是真相 明昊 妈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易珊 都是我的错 如果 如果出车祸以后 我没有认错他们 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 怨我 都怨我 这单单是认错吗 妈 你的话我能相信吗 是 作为一个母亲 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来 这话 谁听了都不会相信 可是我 可是我 你胡说 你根本就是在帮易婷 这一切都是你跟你女儿 设计出来的阴谋 你不要再撒谎了 我想问问你 易婷是你的女儿 易珊也是你的女儿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明昊 你就看在一婷跟你生活了那么久的份上 你就原谅她吧 你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吧 重新开始不行吗 不可能 这简直是荒唐 你的意思 是让我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就这样得过且过吗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吗 我自私 是 我自私 可是现在除了这样 还能改变什么呢 不 可以改变 我要把现在的一切 都变回到撤火之间 我要找回我们的真爱 我们要在一起 我要带着我的医生走 要不然 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明昊 你要冷静地想想 你不能这样 要是传出去的话 你们亲家就完了 我不管那么多了 我现在已经完了 我没什么可顾及的了 我要不信一切打架 让一切回到原点 我要是传出去的 要不然 要不然 对不起我死去的妈妈 明昊 明昊 妈 求你 你不能这么冲动 你不要太冲动了好不好 妈妈真的求你了 明昊 明昊 大嫂 秦明后手的话是不是真的 一生给怡婷换了脸 连身份都换了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春货后的怡婷姐 再是一山节 我这样的人 会遭报应的 遭报应 这都是怡婷做的孽 是她做的 大嫂 你就别难过了 秦振宇死后 也得了很多好处是吧 他们好像还没有开始分配 秦振宇生前的财产呢 不可能吧 富豪家里总是在老一辈 对 年纪大的时候 就开始分遗产了 秦振宇都死了半个多月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可能吧 你说得对呀 秦振宇手里 齐乐网购 振宇集团 这两家公司股份是最多的 说不定早就被她的一双儿女 给吞掉了 你呢 要为自己多想想才对 是的 你说得很对 那我该怎么办啊 还是那句话 动脑 好好拥有脑子 秦振宇去世之后 秦家人等于没有了定海神针 秦家的那个老太太 更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 整天就知道捐款啊 秦俭呀 秦振宇 蒋兰更是个废物 你老公太软弱 不能主持大局 这个时候我们女人 一定要站出来证明自己 你要成为 振宇集团的中间力量才对 不过有一个人不可忽视 秦明言 他 他是最麻烦的 总是自食公正什么的 这个姑娘 她从小我看着她长大 她最大的优点 和最大的缺点就是一个 自以为自己掌握着 所有的真理 其实她要是改掉这个毛病 就会很能干 也能好好做事 不过她到现在都没男友 难免有一点心浮气躁 像个老姑婆 但是我跟她关系不好 这个老女人 脾气真的是很古怪的 给她介绍对象 你有人选 李董 你真是太厉害了吧 叶医生 我早就说过 你的脑子真的不太好使 你现在倒成了我的包袱 我事事都得为你考虑 李董 帮我拿下振宇的控制权吧 我只要能掌控 振宇集团的决策权 我就能 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是 掌控振宇集团 你野心真大 野心大吗 我不觉得 这是我的梦想啊 我费尽千辛万苦做事 但那不就是为了实现 我的梦想吗 叶医生 你可能不太清楚 你现在自己的处境 秦振宇死了以后 主动来找我 联手打击振宇集团的人 太多了 我并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 你看看你 现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要帮你也会被连累 李董 那你让我想一想吧 好 你愿意想多久就想多久 你慢慢想 我现在对振宇集团兴趣不大 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想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对 李董 六分之一的股份 我答应你 我知道你为难 但是我会努力的 你不想看 义山呢 我为了你才当这浑水 秦明也没事的 他喜欢一个人叫徐安 是个穷导演 是个穷导演 分家产了吗 就算分了 这一家子 也不会告诉我的 好啊 你们不告诉我 那我就自己去抢 我本来就一无所有 我还怕什么呀 秦明昊 秦明昊 你发现了真相 我已经没有退路 所幸我就拼了 更何况 我可以 利用一个有力的人 实力超群的名人集团 我一定会赢的 我一定会赢的 明昊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怎么了大嫂 义山没接电话吗 怎么办啊 你说 现在一天也找不到 义山也找不到 再打下试试 糊子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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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你什么时候我回来的 亲爱的 你怎么了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那个视频 是假的 温先生你妈那儿去过了 我妈那儿 你现在啊 把所有的话都告诉我 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 不要再骗我了 好吗 如果你要再骗我的话 我想我不会饶过你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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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医山 我再问你一遍 你叫什么名字 叶医山 叶医山 你忘了吗 怎么了 你也配叫叶医山 呸 秦明侯 你干什么 你疯了 你给我闭嘴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叶医山 我叫叶医山啊 你无可救药 好 我且把你当叶医山吧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想当初 我把三可拉的戒指 戴在你手上的时候 我向你求婚的那天 我们两个 有什么样的约定 你还记得吗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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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叶医山 你怎么可能说得出来 你以为你能一辈子骗我 叶医庭 不是 不是 我不是叶医庭 我是叶医山 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是叶医山 你住嘴 你毁了我的一生 想当初 想当初 我跟一山 那么好 我们两个 买了这个三可拉的戒指 作为定情信物 我们俩曾经说过 这枚戒指 我们一辈子也不会摘下来 哪怕是生死离别 永远也不会摘下来 我真是个大傻子 我被你骗了这么久 你太可怕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知不知道你毁了我们的一生 说什么呢 我是叶医山呢 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 是你送给我的 你忘了吗 我是因为车祸 所有的都忘记了 可是 你求婚说的话 我是不会忘记的 求婚那天说的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死都不会忘的 你不要这样 我好害怕 你害怕吗 这个时间还有你害怕的事吗 死我了 太可惜了 你若无其事地 偷走了你姐姐的见识 若无其事地 画了你姐姐的脸 若无其事地 杀害了我的父亲 对吗 你告诉我 我父亲死当天 你对他干了什么 你说 我没有 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叶医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伤害所有人 为什么要伤害你姐姐 那可是你亲姐姐 姐姐 姐姐又怎么样 秦明浩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知道一些 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 我 难道你不觉得 我们在一起 才会幸福吗 我是叶医天又怎么样 我是叶医山又怎么样 你不是说过 你爱我的吗 是 是 你所爱的 不是叶医山 是 是我 是我叶医鼎 你真的很可笑 你连 谁是你爱的女人 你都不认得 这不是 怎么了 跟你同床共枕 是我 是我呢 你为什么不能面对 你不是觉得很开心的吗 看到你不开心吗 你不爱我吗 明浩 好 你跟我同床共枕的时候 你不是很开心的吗 不要骗自己了 我就知道 你很开心 是吧 能就是 我有自己的 这是 帮我 你所有的 帮我 你部分 你们的 选择 你们的 你不怕 你是如此陌生的熟悉 不想演不让泪决定 爱让人哭泣 像眼里的沙粒 回忆总在人醉同时苏醒 埋葬起所有的秘密 心哭了无可取 爱让人哭泣 像眼里的沙粒 吹散在无尽的风雨 我独自在荒漠中心哭泣 也许宁愿你 我从不曾相遇 没有拥有就 无所谓失去 面对面我们的距离 仿佛天和地 你是如此陌生的熟悉 想演不让泪决定 爱让人哭泣 像眼里的沙粒 吹散在无尽的风雨 我独自走在荒漠中心 想哭泣 却已流不出泪滴 却已流不出泪滴 卖已藏起所有的秘密 心哭了无落可取 爱让人哭泣 爱让人哭泣 像眼里的沙粒 吹散在无尽的风雨 等爱都化成了沙粒